台中市有一名38岁的女性 10月2号接种高端疫苗第二剂 双十节出现了严重的症挛 以及高烧等等症状 经过就医检查 疑似是新原性急性心肌炎 在10月16号死亡 感染科医师王任贤就说了 心肌炎是新冠肺炎疫苗 几乎被证实的不良反应 而这个案接种两剂高端 时间点也吻合 不排除是接种疫苗以后 产生的不良反应 而在台中 疑似接种高端疫苗死亡的个案 已经有三例 台中市传出 接种高端第二剂疫苗后死亡个案 个案为38岁的女性 10月2日接种高端疫苗第二剂 10月16日死亡 个案是38岁女性 有急性肾损伤及低脚血症病史 8月27号接种高端疫苗第一剂 10月2号接种高端疫苗第二剂 10月10号出现严重症软高烧等症状 经就医检查 疑似新原性急性 心肌炎住院急救 仍于10月16号死亡 是台中疑似接种高端疫苗死亡个案的第三例 高端疫苗两剂以后接种两剂以后 八天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点也对 这个心肌炎也是个不良反应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能排除 它是接种了高端疫苗以后 而产生的不良反应 感染科医师王任贤话说的也很白 认为心肌炎是新冠肺炎疫苗几乎被证实的不良反应 而台中市22日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后疑似不良反应死亡个案除了这一例 还有两例分别是55岁男性接种A例第二剂后死亡 80岁女性接种莫德纳第二剂后死亡 死因是否跟疫苗有关 还是要等中央拟清 记者中部众网报道